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 观众方是钓鱼道 对象方是西达老剑 11月7号星期六的剑会 双方是打过两场比赛 这是第二场第一场比赛 咱们之前发过了 观众方还是林波 盘斯武装 林波加石木 对面还是盘斯方寸 宙师普陀加石木 观众方这边是顺利的达到了 峰系的一三组 在速度方面占便宜 最大方的话是一个24速 方寸山直接分身进去了 有这么一个分身的话 好像对面的方寸也不错 控制力也很强 其次就看命中率了 最近几天看下来 我发现其实西达的方寸山 那个催眠的命中率 有点低 就失魂落魄什么的还不错啊 但是催眠 因为催眠作为方寸的核心技能 一旦他的命中率特别低的话 那威慑力是非常的差 这一点的话 有点难受 天眼神通 咱们看眼睛啊 主要是看眼睛只给到一个眼 给了一个天眼增加暴击率的啊 那就一个眼睛是真白给了 只能说啊 这个天眼神通的林博城 一个眼睛 但凡不是智眼 那就啥也不是 哈哈 但凡不是智眼 那就啥也不是 增加暴击率 青石仙界 天崩地裂 可以点一个落花尘尼 看看点谁啊 对面这几个人 你还都不太好点啥呢 只能欺负欺负什么领了 哎 这武装罐自动 不想说 扔一下 欺负欺负什么领 天崩地裂 因为天崩地裂 是需要消耗三点的战役的啊 这个青石的话 就不需要消耗 不是说不需要消耗战役啊 而是说 当你战役不够的时候 是可以拿血量去代替的啊 百分之十的血量 可以替代一点战役 基本上反正一点战役 一千多血吧 因为物理 物理系大概一万多嘛 一万多的血量 十分之一的血 代替一点战役 一个天崩地裂就 哎 这你这个人真的是啊 又自动了 你把金钦放出来 搞什么呀 防催眠了 防了一手 其实防了也不错啊 这就是方翠山的作用啊 牵制你的宝宝 你每个回合总得分出 那么一两个宝宝 来防催眠 这也行啊 武装官回来了 现在观众方拿到了一二缩了 对面就更得把刘云宁 这赶紧补上了 速度圈也得补一补了 又是一把催眠 给了神木灵 浪勇 没战役啊 浪勇 防寸山的有分神 还能躲掉 观众方一次输出 很不错 防寸山现在登不上豪门的舞台 其实原因 就他没特点 你知道吧 没特点 或者是说 他的特点 在当前版本里 不是太重要 你就像女儿孙 能抢一束 相思寒珍也厉害 对吧 防国标的点杀 防小爽的延长 降低抗风 降低你的风影命中 女儿孙的灵缘也厉害 女儿孙又能抢一束 这么回合这游戏 抢一束可太关键了 观众方又是一把青蛇 再来天木地链 再欺负神木 一万一 靠家伙 又打出了一次163 直接把神木灵给带走 当然二十二最大的问题 还是一个 手势的问题 手势的问题 近疗 近疗是一个选择 对面也没地步 寒斯武装呢 有很强的辅助能力 咱们之前说过好几次 盘斯的静聊呀 脏气呀 落花成尼也可以低速打高速 还能抽篮 就大家经常看到那种五宝灵 人家是个打蓝盘斯 打蓝是这个版本里 盘斯应该是最强的 没有之一 所以人家的作用很多 对 幻金术还能防地厅 武装怪更不用说了 这样另起 天地同寿 日月乾坤又比较的霸道 蓝灯雪灯 这个雪灯的作用更明显 基本很多现在都选择去带治疗灵式的 所以武装跟盘斯 他们的辅助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女儿的又能抢一速 就没有黄寸山的为止了 因为武神团的话就能报名九个人 就能报名九个人 所以你风系带三个已经封顶了 带的太多了 压缩其他人的空间 就像现在化身 普陀地府 三个门派 辅助门派必带了 化身 地府 普陀山 三个哪个也少不了 三个风系 三个辅助 这就六个了 剩下三个那就是输出的位置 总共能带九个嘛 带个大堂了 带个神木了 对吧 这两个是必带的 神木大堂必带 还有一个 有的人选择带魔王 有的团队选择带花果山 这就完了九个地方 哪有光寸山的位置呀 没有了 没有了 紧箍咒 天眼神童再开启 看一下这回是给了两个眼 这回是给了智眼和天眼 那这回就不一样了 有了智眼 感觉立马七只都上来了 智眼的话 每个回合会给你一点的战役 这也就解决了 林波城续航的问题 它最大的限制条件 它不就是头上的这么一个战役吗 有了智眼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一解决 就可以持续新的输出 骗你同手打上 也是不让对战方来控制 六千一 有了大克啊 这个伤害确实给力 这场比赛对面光寸这个催眠的命中率 还是蛮不错的 这场比赛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在垂中一刻 贴宝货 天眼就是增加暴击率的 再加上本身物理器 他们的装备携带的一些暴击 暴击概率还是蛮高的 主发行驶 让对战方多承担伤害 多承担30%的伤害 但是对战方把关战方凌波城给封了 这样另起 补上 把凌波城给封了 侵蚀技能 分身也是可以躲掉的 咱们看到对面 荒寸并没有吃这个亏啊 但是凌波城呢 没能出手 哎呦 这不是配速拍的 宝货速度有点慢 再吹一把青蛇 再吹 哎 这场比赛 风吹的命中率是真不错呀 这玩意儿命中了 以后你也是长时间都动不了啊 这回合动不了 下回合还动不了 你就是下回合拍开了 你还是动不了 这是催眠比较霸道的地方 空你两个回合 然后呢 你如果不想被控制两个回合 那你就分出一部分 宝宝去 拍 你去拍 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 就牵着了你的宝宝 再一个青蛇 把队长方什么再次压到再低 黄吞继续分身 现在反而是盾梁方有一二速了 提火 保出手 有速度也得分身 有速度 关锁方还能低速打高速呢 对吧 还能躲掉 再说了 还能躲掉关锁方这边 凌波城的伤害嘛 起前四 一棍子给敲死了 韩斯没了 风剑残云 滚脑给斩了一波大的啊 直接上了一个 翻江脚海 那接下来就是开天眼 继续看眼 看运气啊 看运气 继续上天地 浪勇 好了 这铃铛 可以的 其实这么打的话 对面的牵制作用打不出来啊 本身对战方是玩消耗的啊 但是对面这个消耗玩不出来了 关销方呢 也一直盯着对战方的神木 然后呢 咒识普陀 有一说一啊 就很多时候他前期还要走一个防守路线 打一打颠倒物行 怎么的啊 因为现在总共才打了十来个回合嘛 关销方呢 又一直给这个凌波城天地同兽 反正就是不让你控制他 凌波城 凌波城他就可以一直出手啊 这就让对面太被动了 主要是这把大克 这凌波城打过去太疼了 给了两个眼 还是有只眼 只眼加弄眼 加张害 给战役 这个只眼太可怕了 在守着神木的尸体啊 这也是有点梦回去年的尸陀神木212了 善恶他就是用来杀人的 就拿静疗加善恶来守尸体 去年就这么打 猪天看护再补一个 真的有点去年那个味道 但这套阵容的话 比较怕国标 确实比较怕国标 9000 虽然武装怪有天地同兽 但是你要知道武装怪跟女儿村 他抢不了速度呀 一旦女儿村 比如说你总会有一个空档期 天地同兽 他就四个回合 就四个回合 你是有空档期存在的 你一旦某个回合 天地同兽没打上 对面一把点叉就过来了 肯定跟国标打起来有点费劲 打对面这种阵容的话 可能是这套中最舒服的 你不能点他 点了也没用 拉起来他就可以秒了 咱们平时看那些三宫队用林波城 他也不怕打实战 倒地就倒了 他不怕的 三宫队现在都带两个林波城 那打实战对于林波来说 已经是加重变翻了 对战方也放弃了 不跟你玩了 你这伤害太吓人了 有大客 对面这种众能根本打不了 根本打不了 换练习生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拜拜